以色列在中東 馬上來看一下以色列在中東這邊 現在他的一個策略就是專門朝首領來下手 昨天最新消息也是震驚了全球 因為他本來就已經說要瞄準新瓦 但他釋放出來的消息 他說他已經成功的把新瓦給解決了 那這個是以色列的外交部長他們講說 他們已經在加薩走廊的行動當中擊斃了哈馬斯 現在這一次主要發動襲擊的策劃者新瓦 甚至還公布了一段影片 當時他們是無人機進入到這個民宅當中 那新瓦其實本來是背對著這個無人機 結果他後來發現無人機的蹤影之後 他還拿這個棍子這樣子朝無人機扔過去 他們說這是新瓦生前最後的一幕畫面 那當時新瓦其實是已經被炸斷了另外一個背棒 結果他就是沒有辦法動 他只剩一隻手可以動了 那樣子的一個狀態 那所以我們看看現在目前以色列 這樣子開始接二連三的 對著他一些鎖定的目標 比方說像是敘利亞的聖城旅 黎巴嫩的真主黨還有伊拉克民兵 還有伊朗的革命衛隊以及夜門的胡塞組織 他現在開始多面的這樣子朝這些組織的首領 來做主要的一個攻擊目標 那當然現在包含了像是 黎巴嫩的真主黨 他也是說要進入到一個升級階段 對於以色列的戰爭 因為他們還有非常多精準的導引武器 他說還沒有使用 接下來會朝著以色列的定居點 以及城市來使用這些武器 伊朗的革命衛隊也同樣警告以色列 他說不准對我們的飛彈進行報復 因為這個月一號的時候 他們有對以色列發動一波密集的彈道飛彈的轟炸 然後他們說以色列如果敢報復我們的話 我們一定會讓你有更嚴重更慘重的一個代價 那還有呢 伊拉克的民兵現在也在加強對於以色列的攻擊 過去的兩週半其實伊拉克境內跟伊朗有關聯繫的一些組織 發動了大概40次的攻擊 包含飛彈無人機跟火箭區 這個是中東大片面積 現在基本上正在進行的代理人戰爭的升級狀態 那還有呢我們看看 很多國家現在也是認為說以色列有點太過火了 那坦雅胡他現在是向華府保證 不會對於伊朗的盒子產油這些目標來進行攻擊 他說他現在只會對於軍事目標來進行打擊 可是他這個以色列講的承諾常常都會跳票 所以現在大家還是人就非常的擔心 那歐盟十六國決定要對以色列繼續來施壓 他們要以防連離部隊繼續被以色列給襲擊 所以從義大利的防長法國防長他們來主持這樣子 歐盟十六國的防長線上會議 他們希望就是施加壓力讓以色列收手 那真的有效嗎 英國也打算對於以色列的右翼部長 及右翼部長來進行一些制裁 覺得說你用這種不人道的方式 你要餓死這些加薩北部的一些民眾 這已經是違背人道了 俄方也警告以色列不要朝伊朗的核設施來攻擊 不然的話這恐怕是會影響到區域性整個的安定 也造成了一些危害 那以色列是會硬干到底呢 還是會真的因為這多國的一些施壓跟意見 而停手呢 大家答案心裡可能心中都有一個答案了 我們來問一下亮哥 我覺得以色列已經鐵了心 就是趁著美國選舉剩下兩個禮拜 造成更多的既定事實 而且坦白說 納塔尼亞胡根本就希望川普當選 所以如果她的更多的行動造成美國的難堪 那就是拜登政府的難堪 因為我們最近已經看到一些民調了 賀錦麗在中東議題有點尷尬 所以她在 因為兩個人差距真的非常小 所以如果影響了一兩個percent 那就整個煩惱 比如說密西根 密西根賀錦麗還小贏1% 那密西根有很多阿拉伯裔啊 那阿拉伯裔如果不投票呢 那可能就會逆轉 因為那些人本來都是支持拜登的 所以我覺得可能就是大打特打了啦 而且我認為以色列這一次的戰爭 有點類似是這個建國戰爭2.0啊 它根本就是在擴張版圖嘛 而且擺明了要把北加沙 把它變成它的領土 就要清空人口 然後它的屯坑者可能又要搬進去 離南也是啊 離南它已經拉到那個 那個亞塔尼河 那條河 那條河 基本上 以色列就是本來就有人認為應該做為 北部的自然邊界 那到時候又有屯坑者會慢慢搬進去 而且那個地方又有水源 所以我認為 坦白講這個戰爭已經 就是類似俄羅斯去打烏克蘭了啦 就是 你如果要譴責俄羅斯那個叫侵略 你這個不叫侵略嗎 而且黎巴嫩是獨立主權國家耶 而且 它已經有好幾次都直接打到了黎巴嫩政府 那個已經不是哈馬斯了 那個是黎巴嫩政府 跟國防軍啊 那結果美國還是這樣一面倒 所以啊 然後下個禮拜有一個大事啦 就是金莊會議 因為金莊會議是10月22嘛 那現在有人在憂慮啦 說伊朗會不會 因為伊朗要去啊 那阿拉伯一些主要的國家也要去 那會不會在阿拉伯的這些重要的領導人不在的時候 然後伊朗去打以色列 為什麼呢 因為伊朗已經做了嚴重警告了 你如果打我你試試看 那以色列的報復本來大家猜想應該是打軍事目標啦 可是我認為伊朗上次 它有很多地方其實都打中 比如說距離摩薩德400公尺 它實際上是打得到以色列的政府設施喔 所以我是覺得 下個禮拜真的值得觀察啦 因為以前就發生過 就那台雅胡趁他不在國內的時候 然後以色列發動攻擊 那伊朗會不會也來回敬一下 就阿拉伯領導人都不在這個阿拉伯半島的時候 那你如果真的打我我就回敬你 那這樣的話 大概已經確定賀錦麗就掛了啦 因為那個戰爭就已經失控了啦 就會變成這樣 因為目前真的這個氛圍越來越明顯啦 好像每一個人都要做一個動作 讓賀錦麗比較不利這樣 事實上 這很奇怪啦 就是普京啊 金正恩啊 還有納坦尼雅胡 他們三個人都希望川普當選 這個蠻怪的 都站在賀錦麗隊裡面 我們來問一下賴老師 辛瓦被殺之後 拜登跟內塔雷胡馬上通上電話 那麼施語道賀 他說他沒介入 沒有 但這有點像什麼 不過這一次是 不是有計畫的攻擊中所產生的 意外炸死 意外炸死 就是因為以軍發現有人 有武裝人員 所以他們就攻擊了 然後用炮火攻擊 攻擊以後發現 怎麼會剛好是新王這樣的 對 那跟狙殺賓拉登不太一樣 賓拉登是情報好不容易找到了 然後發現他是在巴基斯坦的軍校旁邊 然後開始對他進行一個擊殺 所以當時的歐巴馬他們全部都是在戰情室裡面看 對 整個的作戰行為 還有哈利亞 對 哈利亞也是故意的 對 但是這個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莫名其妙得到一個大的戰果 現在大家在問的第一個問題是在於 還要不要再打下去 對加殺 也就是說 你已經報仇了 對 新瓦也被你殺了 對 然後你還要不要繼續殺下去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大家比較關注的問題 那如果內塔尼亞福還要繼續對加殺 繼續殺下去的話 我相信他引起的公分會越來越大 對 因為現在對內塔尼亞福來說 他要不要繼續打 因為他已經面臨一個難處 事實上哈馬斯沒有被完全的消滅 但是這個領袖 這個主兄已經被殺了 對 那你還要報復嗎 對 我覺得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就是加殺 第二個問題就是對於 黎巴倫的真主黨的問題 黎巴倫的真主黨 現在聯合國已經擺得很明白了 40個國家做了一個決議 不撤 不撤 其實我們都知道 他們的巡邏路線就在南線 南線就會讓以色列的地面的攻擊 它會有阻礙 那有阻礙的情形下 你看現在歐盟的十幾個國家 因為他們是參與 這個聯合國威和部隊的國家 他們本身都已經開始在召開會議了 也就是說第一個堅決不撤 第二個 他們要警告以色列 如果你在超過了這個 我們所劃定的紅線 你在對於聯合國的圍和部隊 進行挑釁或是攻擊 這些國家到底能不能跟美國唱反調 能不能開始進行 制裁以色列的行動 大家也在觀察 因為它不是透過北約的會議 它是歐盟的會議 而且歐盟 意大利現在是輪子主席 所以由他來召集這樣的一個會議 我覺得這個表現出說歐盟的強烈的態度跟立場 那英國 那個摩洛尼好像要去領巴 對 那英國本身的態度是對於兩個極右翼的財政部部長 也就是以色列的財政部部長 他們認為就是要把加沙人餓死的這種慘無人道的說法 他們表達嚴正的抗議 所以他們要制裁這兩位 所以以色列已經在西方世界裡面除了美國以外 它事實上已經引起了公憤了 那就不要講其他的非西方世界了 我覺得內塔尼亞湖把以色列帶入一個非常不利的一個地步 現在大家最憂慮的就來自於他跟伊朗之間會被爆發全面性戰爭的問題 雙方都不想打全面戰爭 但是我覺得在走入惡性循環 好來請教將軍 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對哈馬斯組織的辛瓦拘殺了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他們一樣會有代理人 他的指揮官他的首領被拘殺了 下一個又出來也會有更多的辛瓦 一個接一個 只是說現在的哈馬斯組織的戰力是非常薄弱 經過一年的戰爭 那在這一方面 我認為光加薩走廊 不要說北邊的里巴嫩或者是東北部的敘利亞 更不要說這個伊拉克跟伊朗 光一個小小的哈馬斯組織就會在以色列都打的 都弄了一年多 所以以色列現在變成多面作戰多線作戰 那多線作戰來講會拖下去 所以就算以色列在局部的戰事中是勝利的 但是並沒有能夠換得到和平 一般來講戰爭勝利了 贏到了和平了 結果沒有 局部的戰爭的勝利 讓這個戰事更會拖延下去 這樣對以色列來看是不利的 尤其是伊朗 因為伊朗它這個國家夠大 人口夠多 底氣夠強 跟以色列又沒有接壤 那這樣是不是要變成 我們講的報復戰 那報復戰對以色列來看 以色列為了會占到便宜 因為以色列畢竟它的地匣人不多 以色列九百多萬人口 那對以色列長期拖下去來看 對以色列的國家在國際上面的這種對它的排擠 以及它國內的經濟發展 都會受到長遠的影響 所以我們看以色列目前它所需要的 不是去剿滅這些相關的 反以的這些國家的軍隊 因為對以色列來看的話 沒有辦法 因為這會拖延下去 尤其我們也看民族性 阿拉伯國家的民族性 還有伊朗是波斯人 波斯的民族性跟阿拉伯人的民族性差不多 他們兩個本來是分開的 波斯人跟阿拉伯人兩個有點不搭嘎 但是因為跟以色列的衝突目標是一致 所以敵人的敵人變成朋友了 你看伊拉克也站在伊朗這一邊 原來伊拉克對伊朗這一方面不太支持 因為他們有兩一戰爭 有歷史上的這種心結跟仇恨 結果因為大家都反以 大家都反以之後 伊拉克站在伊朗這一邊來 這樣的話對整個以色列長期來看的話 是不利的 所以以色列的多線作戰來看 他不是光只是戰線長 而且時間會拉得久 時間拉得久了之後 不是他們關於國內的壓力跟戰術的壓力 也最重要來自於國際的壓力 當然美國總統大選很快 美國總統就會 新的總統會產生 但是對以色列來看 以色列也 美國一直挺以色列 但是也要背負在國際上 甚至聯合國大會各種的壓力 美國能夠扛多久 美國有時候對以色列當然也會有所約束 不要再做得太過火 做得太過火 美國要應付 因為以色列做得太過火 而美國所要應付的國際壓力 變成這個狀況 所以美國來看 美國也有美國的壓力 不是說可以讓 以色列在中東地區望所欲為 我認為這樣子來看 對以色列長遠來看 並不是有利的 有利是伊拉克的民兵 伊拉克民兵 你看他以前的時候都低聲下氣不聲張 現在伊拉克民兵 慢慢都已經站在伊朗這一邊了 所以我看看這樣子 以色列又多了另外一線的作戰 長遠來看 以色列會多方應付 捉襟見軸 到最後面 在以色列國內的壓力會慢慢的 慢慢的凝聚 然後對納坦亞會產生很大的壓力 嗯 好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忙回來 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緊接著我們來關注一下 我們看到習近平就是有透過一封信 來跟這個美方對話 他在這個中美關係委員會的晚宴時候 有一封致賀信 他說願同美國做夥伴做朋友 其實中美兩國應該成為對方發展的助力 而非阻力 那中方願意同美國做夥伴做朋友 不僅造福中美兩國 其實也是會匯集世界 好好的 大家一起把這個世界弄得更進步不好嗎 為什麼非要一直在打這個貿易戰 科技戰啊 關稅戰啊 好像就是很怕中國大陸超越自己 美國是不是顯示出來 格局 嗯 這樣子可以看得出差異性 那這個法案都還在審 就是因為美國政府 為了要阻止大江無人機進入到美國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 有一些法案都還在審 可是他們海關已經開始動作了 已經開始在阻擋大江無人機的進口 那他們講說這個理由是 嗯 因為涉及強迫勞動 哦又來了 他們就講說這個是 引原這個 援引字 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 所以限制一些無人機進入到美國市場 那是部分的這些品項 有開始做一些海關上面的限制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啊 那他說這種是沒有依據 完全錯誤的一個指控 那根據法律 允許他們在沒有任何的證據的情況下 嗯 竟然就可以這樣子扣押貨物耶 真真是太奇怪了 那除此之外 美國還制裁了兩家中國大陸的公司 就說 因為你們的無人機參與了俄羅斯 俄烏戰爭 替俄羅斯來生產開發 所以 又找個名目來做制裁了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其實電動車呢 嗯 現在巴黎車展正在進行 看到很多中國大陸的電動車的品牌 那都去參加了 因為巴黎呢 它其實是歐洲最大的車展 是全球的五大國際車展之一 這一次其實中國大陸有九家的車企去參與 包含了一汽廣汽東風為主的 國有汽車集團 還有比亞迪啊 就是小鵬啊 林跑啊這些能源 新能源的汽車 那現在目前中國大陸的出口 新三樣快速成長 其中汽車的出口是最為顯著的進步 2023年中國大陸的汽車出口 是491萬輛 是現在目前世界第一啊 那根據他們這個 汽車工業協會的一些數據顯示出來 2024年9月就出口了53.9萬輛 比起去年同期成長了兩成 那一到九月成長更多 出口了430多萬輛 較去年同期整整個比起來的話增加了快要三成 所以人家講說 看到了巴黎車展掀起了滑流啊 因為中國大陸的品牌 還是在歐洲非常受到歡迎啊 可是歐洲不是要增加關稅嗎 那大陸的商務部啊 說還在跟這個歐洲進行磋商當中啊 一些重要領域現在已經取得了一些 等於說重要的進展了 那德國總理肖茲啊 又公開再度反對 他說歐盟其實有十幾個成員國 跟許多德國的汽車製造商高管 都是反對加征關稅的喔 所以他說應該歐盟要趕快 跟中國大陸來形成一些解決方案 那現在目前還有廣交會喔 許多的這些參展的一些車商表示喔 有歐美的採購商啊 他們很想要買 然後把這些車喔 引進到這些南美啊 非洲啊 東南亞這邊的這些買家喔 也都有這個很積極的來參與 但他們共同抱怨的就是這個關稅問題 的確是這個關稅喔 不只是傷到了中國大陸 也傷到了這些他們自己的採購商 那還有像中國大陸是不是要寄出一些 反制措施 最新的一個消息喔 就在這幾天陸續發酵 中國大陸的國安部 他們就講說境外的公司 是不是在非法獲取一些測匯數據呢 這是央視網裡面他們講到 現在目前他們發現到說 有一些是不是電動車喔 他說某境外企業A公司 透過與中國大陸具有匯測資質的 B公司合作來展開汽車智慧駕駛 研究作為掩護來進行非法的地理的 資訊測匯的這種活動喔 那趕快特斯拉就跳出來撇清了 就說欸不是我們啊 我們沒有這樣子 但是這個是不是等於說 中國大陸也開始用你美國的方式 來回應你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的懷疑呢 我也可以懷疑你對於我們的國安有問題啊 那美國能夠招架嗎 我們來問一下亮哥怎麼看 我覺得我覺得在選前喔 那行政部門一定會在 因為國會議員也在選嘛 所以他們就會去加壓啦 因為有關那個新疆產品的抵制 眾議院是有通過法律的 然後他就用這種議題來幫自己造勢 喔 所以我覺得選前真的無解啦 就是大江會覺得很冤枉 那可是因為他在新疆設廠啊 所以這個跟大江無關啦 實際上是新疆啦 不是大江啦 那這個沒有辦法啦 選前真的是沒有辦法 你其實看到習近平 對那個美中關係委員會 發那個表示那樣的一個態度 那拜登跟賀錦麗也沒有解啊 他也是必須反中啊 因為11月我要投票啊 而且這個委員會長期 他基本上是比較友善的 所以這個這個委員會 坦白講也就是中國的老朋友啦 所以可是這個無助於改變 中國大陸跟美國政府的關係啦 我覺得這個基本是無解的啦 那歐洲的問題就是還在糾纏啊 這個坦白說 解鈴還需吸鈴人啊 關鍵國家就是法國啦 所以還是要看馬克宏 對這個白蘭蒂業者啊 相關的業者 那痛了沒啊 要做權衡啊 因為法國的汽車 在歐洲大概大概 大概在僅次於德國吧 那坦白講他的競爭力 跟德國不能比啦 那事實上中國製造的這個 賣到歐洲的車有一半是歐洲的牌子耶 那可是很不幸裡面很少法國車啊 都是德國車啊 那誰叫你標誌不去開發啊 他有什麼學什麼 他有好幾個牌子 西特蘭的 這個對 西特蘭 西特蘭 學鐵龍啊 你自己沒有去 利用中國製造這個優勢嘛 所以很多人都會把它解讀成 法國是有點故意在搞德國啦 就是兩個國家 在搶誰是歐陸的老大 而且這種議題坦白講 又有一點政治色彩 因為有一些國家又沒有汽車工業 那也為了表達效忠美國啊 所以就跟進美國的那個立場嘛 所以這個已經很難討論了啦 說實在因為有一些是政治表態 那有一些就是沒吃到甜 法國就是典型的沒吃到甜 所以他就要跟中國好好商量 可是我認為中國立場也蠻硬的 他也覺得沒有理由要對你讓步 因為他提出很多方案 比如說我提高我的價格好不好 或者是不然我到你這裡投資好不好 那法國都不願意啊 那你在這樣怎麼弄啊 所以只好搞關稅戰的恐怖平衡啊 那目前在醞釀嘛 因為他的白蘭蒂進中國 保證金要繳40%欸 那怎麼賣得動 這個如果是中國的進口商大概就停了吧 你交了四成的成本 所以我覺得就是搞來搞去啦 那這個就是要再談啊就這樣 那白蘭立業者就要去跟馬克宏說一說啊 那再來看有沒有解決的途徑呢 大概是這樣 好來問了老師 我覺得習近平他的評估是美國的華府 從中反中這個態勢目前來講是不會改變的 所以他把整個戰略方向調整 那針對於美國的商界人士 學術界還有美國的民眾 來作為一個訴求爭取的一個對象 我想這個是大戰略 這個戰略一直走下去 所以邀請五萬個美國的中學生到大陸去訪問 對美國開放免簽 更多的讓美國人到大陸去 對美國的商會 還有就是中美的關係協會 置於核心 你看還是從美國的這個企業界商會 還有他們的這些學生 他們努力的要經營跟他們的關係 所以熊貓一樣青山大使 還是到美國去啊 那這個目的在哪裡 就是從底下來改變 他們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然後由底下來影響上層 這個是這種戰略是很緩慢的 但是慢慢的如果產生了更大的效果以後 他們反而會逼的這些政客 必須要調整他們的態度 不然的話這些政客他也走不下去 我想這是一個需要時間去醞釀 需要時間去發酵的 巴黎的這個車展 確實是全世界非常重要的車展 而且也是歐洲最重要的車展 它兩年再辦一次 所以你看這個馬克龍一定會去 因為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盛會 全世界都卯足全力把他們最新的車展示 在這個地方 中國大陸在這一次佔五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攤位 可是你看 它由於美國對於中國汽車的打壓 由於歐盟對中國汽車的打壓 讓中國汽車成為一個焦點 因為大家都在問 你美國不是汽車工業大國嗎 你歐洲不是汽車工業大國嗎 你怎麼對中國大陸的汽車工業 可以採用這種保護關稅的 保護主義的 那這代表什麼 代表大陸的汽車一定是好到不行 大家跑去看了 果然它變成是所有的車展中 最熱門的一個地區 一個展區 原來有促銷的效果 有這個促銷的效果 大家反而去看 看了以後果然感覺說 大陸的車確實就是比歐美的車好 這個是反行銷 所以我覺得對大陸來講 他們的這些車商來講 車器來說 他們的信心更十足了 因為他們覺得 你想想看 透過這個車展 你中美洲 南美洲 亞洲 非洲 有更多的訂單就會湧過來了 然後你歐洲 德國人現在目前的民調 六成以上的德國人說 他想買中國的電動車 而不是買德國的電動車 這個就代表什麼 在翻轉了 那各位想想 歐洲人 如果你這個政府 去阻止他們的老百姓 去買這個中國的車 然後去要付更多的錢 最後他們會反過來 好 那我個人高度懷疑 這是我的推斷 我推斷是 馮德萊恩有跟馬克龍有案盤 因為當時白蘭地 他們後來被證明 說中國大陸如果對白蘭地 課以保證金 或是課以關稅的話 這個差額由歐盟來吸收 也就是用歐盟的金庫來補貼 那換言之也就是 馮德萊恩要馬克龍堅持他的立場 說你這個白蘭地缺的錢 我歐盟來付 那這個不是就是把歐洲人的錢 去補貼法國的酒商嗎 所以現在西班牙還有很多他們的 像豬肉商也要求要補貼了 然後現在的情況是 如果對於這個奢侈品也課高關稅 那你法國怎麼辦 歐洲的小金庫到最後 如果對整個歐洲的汽車都課高關稅 那你德國是不是都要求歐盟要補貼 歐盟的這個金庫的水 一下子就沒有了 來問將軍 中美兩國他們之間想要合作 這種可能性不高 因為他們之間的矛盾性大 競爭性強 而且這種對立性也蠻嚴重的 你想要擴大合作 那只能講得多 但是能夠做的確實是非常的少 因為這是結構性的問題 就沒有辦法來改了 因為美國每個都會對中國大陸 不管在科技在貿易在金融 甚至在智慧財產 都是卡脖子 它都是卡脖子 有沒有說對中國大陸之間要 大家相互晚來彼此互利 不多 競爭性太強 這是結構性的 你看美國 你看我們現在看美國 美國最重要它 國力受到這方面的擴展的限制 美國的國債重 美國國債36兆美元 那今年到年底到12月 是不是到37兆 國債太重 第二個 美國的貿易赤字 美國每年的貿易逆差 9000多億美元 太多了 它一直賣不出 買得多 賣得少 貿易赤字 它怎麼樣去翻 讓那貿易赤字降低 沒有辦法 9000多億美元 就相當於將近1兆美元 每一年 你看那貿易赤字那麼重 它怎麼樣去翻身 再來我們看 你看美國的生產成本高 美國現在製造業萎縮 美國的製造業 從以前的40% 降到現在為止 只有全世界的佔比 美國在全世界的佔比 只剩下17.3% 那中國大陸在全世界的製造業 佔了28.2% 一個超貴的 美國超越一大截 所以美國慢慢被取代了 你看我們看 剛才講到大江無人機 大江無人機 在美國的市佔率達到57% 你怎麼去限制 因為就是便宜 就是便宜 它已經 已經報酬規模了 那競爭力很強 你不買大江 你又要貴 那你買大江就是便宜 那你要不要買 變成買大江 美國賺到 你不買大江 美國還要貼成本 是變成這個狀況 我們對製造業產生為 而且美國貧富差距大 貧富差距一大之後 社會的勞力成本就會墊高 美國大概前面20%頂標的 這佔了美國全部的總收入 就佔了一半 前面20% 那剩下的80% 剩下的一半 剩下的80%去分 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主持人翟軒 馬上歡迎一下這個階段 加入我們討論來賓 耶魯政治學博士郭震亮 郭霖平安 國際事務專家賴月千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前空軍副司令張妍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來看看這個 現在聯合力劍B的軍演 有越來越多的消息曝光了 就說這一回大陸的主戰機 其實都是採取了 滿油量全掛載的方式 來參加模擬實戰 以同批次降落後 再整補升空的方式進行 然後主要是模擬 對於我們的港口 或是軍事設施 進行多波的打擊 所以人家看到說 這一次原來內幕上面 是這樣子的一個演訓方式 他連金融時報都講 他說其實 有一名官員告訴了金融時報 他說儘管這一次 北京沒有向台灣方向發射飛彈 但是他們確實進行了飛彈操作 但是是向內陸方向 內地 來進行這樣子的 兩枚導彈的 這樣子的試射 還有解放軍 其實他們這一次 還有邀請60多國的五官 到東部戰區來觀摩 包含了英國加拿大 巴基斯坦 新加坡 南非 約旦 哈薩克阿根廷 然後人家講說 其中有兩個國家 是沒有被邀請的 就是美國跟日本 也反映出來中國大陸 對於這兩國的不滿 所以這個就是 越來越多的一個 內幕消息曝光了 另一方面我們來看一下 美軍的電子作戰機 在華盛頓州墜毀 現在目前 兩名飛行下落員 是下落不明 飛行員下落不明 那他們現在講說 這個波音生產的 這一個咆哮者 電子作戰機 它其實是在進行 例行的訓練 結果沒想到 發生了 這樣子的一個墜毀事件 結果有人開始聯想 說這陣子 其實它這個 墜落的位置 是不是也是跟 可能中俄 他們在出現的 這個北冰洋有關 他們說這個 中國大陸的海景兩件 其實是在 9月13號從舟山起航 經過35天 1萬7千多 1萬7千多海里的航程 穿越了日本海 惡禍刺客海 白令海 最終到了北冰洋 然後在10月17號 返回到了舟山 難道又是有什麼關聯性嗎 又開始有很多的一些 揣測跟聯想 甚至呢 還有把這件事情聯想在一起 就是神秘的無人機 連續17天 在美軍的基地 也有一些動作 那其實這個 美國維基尼亞州 他們的空軍基地 在去年12月 有連續17天晚上 是被這樣的神秘無人機入侵 所以又開始 這會聲會影的 這樣講起來說 唉呦 這是不是又是這個 中國威脅論 想要再復刻一下 這個中國的這種氣球 這個間諜氣球的事件 想要又要再來 復刻一遍嗎 那可是反過來 也讓大家覺得 奇怪 你美國自己的 防空體系是怎麼了 你想要製造一種威脅感 但是卻讓大家覺得 你自己是不是出了問題 再來兩韓的關係 真的是到了一個緊張的緊繃點 現在目前金正恩呢 他就去視察了軍隊 然後也講說 南韓他已經要切斷 跟他的邪惡關係 已經把他視為外國 或是敵對國家 那這標示著一段 邪惡關係的結束 因為他炸掉了 南北韓的鐵公路 象徵和平的鐵公路 那再來還有北韓 他們現在百萬雄獅 正在待命 結果南韓這邊說 首爾有18國的駐軍 已經開始前往38度線 那其實這是不是也反映出來 這已經備戰的狀態 已經到了一個 最緊繃的臨界點呢 那川普就講 北韓很強大 所以呢 韓國也就是南韓 必須付錢 對於美國來講 什麼事情是不是都可以 用錢來跟他談談生意 因為畢竟川普是商人性格 他說北韓是一個 非常強而有力的國家 他們擁有強大的核武 那我已經跟南韓說了 你們必須要付錢 如果我現在在白宮的話 他們每年會向我們支付 100億美元 因為韓國是台賺錢的機器 同樣的其實呢 他也講過台灣 好像都是在講錢的問題 因為他講說 我們搶走了 這個美國的晶片產業 他們有錢的很 所以台灣應該要付保護費 所以未來如果台還緊張 未來如果是川普當選的話 是不是同樣的 100億美元 賬單先過來 然後再來看看 要不要來支援你呢 那再來 現在目前釣魚台 也引發了一番爭議 因為日本一直在講說 這個大陸的海景 進入到我們的領域 可是明明釣魚台 我們 我們 以我們來說的話 我們從來也沒有承認 那是你日本的這個領域啊 那所以他現在 不斷在叫囂嘛 就是說10月15到16號 赫丸號的這個漁船 進入到了這個釣魚島 那所以中國大陸的海景艇 艦艇呢 它是依法來採取一些管控措施 然後警告驅離 所以像日本一直在那邊 喊啊喊啊 就說 離開我們的領海啊 那大陸的海景船 也到了這一個釣魚台的海域 我們的外交部也跳出來了 突然想起這件事情 他說台灣的領土不容置疑啊 突然之間這個我們台灣 又開始承認起釣魚台了 前一陣子都是悶不吭聲 那我們先來問一下 亮哥怎麼看呢 這個滿油全掛彈 因為他並沒有要實彈演習嘛 那他只是說他是完全 這個武裝的狀態 而且上海傳出另外一個新聞啊 就是他有很多是二線機場飛過來的 就是他假定一個比較壞的狀況 就一線機場被台灣這邊摧毀嘛 那他是二線機場 然後全副武裝飛到台灣 然後又折返回去 然後卸彈 然後再裝 然後再飛到台灣的戰備區這樣 所以這個當然就意味著 如果一線機場沒有被摧毀 那那樣的整個作戰的規模是更大 因為出動的軍機就更多嘛 這個沒有錯啊 這個所以就有人 就下了一個標題啦 說他事實上是在測 他武統的空軍的最大能量是多大 就是有點在測能量 那因為類似的軍演很可能明年還有啦 所以我們未來還會看到 我認為中國道路還有一些工具還沒弄 會等到明年嗎 你說今年可能有C是不是 不管啦 反正他就是每次都是再加碼一點 加碼一點 比如說這次就 這個你也知道嘛 海警船就到台灣了嘛 對不對 那廖零號就出來了嘛 那如果你再讓他有機會 就再加碼 那可能就有一些新的武器的品項就又出來了 比如說你這次就看到雙尾歇 那個大的無人機出來了 那可是我們所說 更多的無人機的機群 我們就還沒看過 所以坦白說啦這個 他基本上就是對賴清德已經下了一個決策啦 就你那麼愛講互不隸屬嘛 那你沒講我就必有動作 這個就等於是你搞毒嘛 那他就搞武統嘛 所以這兩個已經對在一起了 所以我認為 因為賴清德每年都有三次講話的機會嘛 那個1月1號 5月20號 還有10月10號 所以賴清德如果把互不隸屬當作口頭禪 那可能這個聯合利盡也變成口頭禪這樣 就兩邊都常態化啦 那可是因為實在跟台灣太近了 所以當然會有很多人會擔心會擦槍走火啦 這個當然就是 那中華大陸海警船開到北冰洋喔 那你就看到他的海警巡弋的範圍已經大概 我認為是越來越寬了啦 他本來就有全世界最大的海警部隊 所以就意味著未來很多灰色地帶的作戰啊 他就可能會先用海警船出來 那可以做漁船的登船領檢啊 那也還沒有上升到軍事的衝突 所以就有一個怎麼說呢 這個有一個伸縮的下台階啦 可是因為他的海警船很多都巨大無比啦 因為這次到台灣花東那個海岸的這個2901 那個是萬噸級的 所以我想他去北冰洋可能也是3000噸以上的 所以未來在亞洲地區啦 我覺得包括台海東海南海 中國大陸可能會蠻頻繁使用他的海警船 那我本來沒有想到他會連北冰洋都去了 那真的是有點遠 不過這個就是一個一個新的模式啦 那至於這個五角大廈會有無人機群 讓美國17天都束手無策喔 這個我除了外星人之外 我實在想不出來啦 因為這個是在福吉尼亞欸 那個距離 那個距離海岸已經很遠欸 那福吉尼亞你往下 中南美洲哪有人有這種狗膽啊 我覺得這個不可能是俄羅斯幹啊 而且如果是雞群喔 不知道欸 我說誰有這種膽量在美國17天 來騷擾美軍基地啊 這個可能這個我們張司令啊 他更有資格回答這問題 好來問賴老師 如果兩岸爆發衝突喔 未來的戰場就在台海這個區域 還有台灣的整個區域喔 那現在解放軍就用台灣的限定 作為他的演訓的場所 這個對於大陸來說是戰盡所有的優勢 對台灣來講是完全的劣勢 所以每演練一次解放軍的這些戰鬥員 他的能力就往上提升 他的作戰能力就往上提升 你想想看他們不管是這個船艦的 就是戰艦或者是戰機 他就在台灣的這個附近裡面 進行各種炸射或是射擊的演練 雖然不用打實彈 但是他的整個作戰的方式 戰術都到位了其實就夠了嘛 不需要說我今天按鈕來去發實彈 其實這個我想我們在軍隊演習啊 我們知道說我站在哪個位置 我站在哪個戰略的自高點 哪個戰術的自高點 我就站有優勢了 然後我只要去 我的戰士們都很熟悉 例如說我以前在炮兵 我們都很熟悉他的整個 攻擊作戰的位置 那他的演練 我們知道說我多少速度 可以打一枚出去 然後我笑著以後我可以打多久 我就可以知道我能夠產生多少力量 所以每一次解放軍在台灣的周圍 每一次的演練 他的能力就越升高 你看這一次所有的艦載機 就是航母的 遼寧號航母的艦載機 我們所看到他的畫面拍出來的 他是掛滿彈 掛滿彈你要在這麼短的跑道裡面 所以他已經延伸到最後的一個跑道 那這樣的一個駐飛 這樣的一個駐飛上去以後 他空中加油機在空中 就在準備給他加油 那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他是演訓 他的全方位的一種作戰 把他的極限拉到一個程度來做測試 我覺得台灣尤其是民進黨當局 然後裝得好像沒什麼事 那個是故意的 其實他內心裡面是很焦慮 那現在的情況是這樣子 現在的情況就是說 他在演練的當天 就邀請了五官到了東部戰區去了 那就是這個意味就很濃厚了 就是說演習開始五點的時候 這些五官沒有到 但是到上午的時候演練開始了 這些五官就到了東部戰區 到東部戰區你邀請客人來 你給他看什麼 當然要給他看一些他平常不容易看到的東西 那這個才有價值 那為什麼要讓這些五官來看 就是要直接展示他的作戰能力 所以你看加拿大 或是說你一些北約的一些國家 你想參與或是想介入這個台海的戰事 我覺得解放軍在釋放出訊息 你們想清楚 你們到底在幹什麼 我個人倒認為說 這一次大陸的軍演時間很短 但是力道是確實很強 好來請教將軍 這一次聯合力艦B 我認為他有三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 他驗證他的空軍的初級率 初級率的話 他的任務執行完畢之後 回去之後回到基地落地 他熱加油熱掛彈 那熱加油不熄火 飛行員也不下來 就在飛機上 就坐在飛機的座艙裡面 然後這個時候再加油 因為剛才油已經燒得差不多了 然後這個時候進行掛彈 把原來的彈拆掉 因為他演習 就變成完成他的潛力計劃 把這個拆掉 就裝另外一種心形 表示這個彈已經消耗了 然後完畢之後繼續滑出去出擊 所以這個出擊力越高 表示戰力越強 比如說他有一架飛機 有五批次的出擊率 如果有五百架 你乘以五 他就兩千五百架次 那這個強度就很高 不是一個空軍的戰力 不是說你有多少架的飛機 就多少大的戰力 最重要出擊率高 你一百架出擊五次 一天就五百架次 那這個量是很大 他驗證他的出擊率 那第二個我認為 他的由內線機率起飛 他不是從當面的 不是從惠安機場 沙堤機場 龍田機場 甚至福州機場他都不用 近江機場他也不用 龍溪機場 他也不用 他從裡面的新陵機場 連城機場 五一山機場 從那邊起飛過來 跨越這個 為什麼 當面可能會被做摧毀 他要做最壞的打算 然後做裡面的 從裡面 從內陸起飛出擊 在這一方面 他驗證他裡面的 從惡線機率出擊率 換句話 他的聯合保障 這方面能力要強 那他這樣子也可以表示 他空軍的這種戰力的保存 可以做得萬無一事 因為他從內陸機場起飛 所以他有他的困難度 為什麼 他飛出來的話 可能要多二十分鐘 因為他要把這個 飛跨過福建省 再跨過台灣海峡 到台灣當面 所以我們來看 他在這一方面 算是訓練的強度增加了 訓練的強度增加 第三個我們來看 他沒有這次演習 沒有劃射近航區 也沒有劃射近航 現航區 都沒有劃射 那表示說 他就不會活力演習 沒有活力演習 時間來得快 也要結束得快 因為沒有火力 因為如果有劃射近航區的話 那海上的這些 來往的 過往的這些船隻 就要受管制 因為這個地方是近航 不可以進入演習區 空中的航路 國際航路要做避讓 因為這個是演習區 他沒有劃射 所以沒有火力演習 所以他在這裡演習 13個小時 表示來得快 去得快 將來整個作戰的節奏 是加快的 他這個展現就是 所以來個13個小時 表示說他很多的科目 在13個小時 通通演練完畢 是這樣子 來得過驗證 演習是作戰規模的縮小 作戰是以演習規模的擴大 將來遊演轉戰的模式 我們可以把它摸得清清楚 他將來是怎麼樣來走 在這方面 我認為做了三個驗證 除擊率 也包括從內線基地起飛 第三個 表示他可以 將作戰節奏加快 讓我們在這一方面 沒有辦法能夠充分的應付 那我們來看釣魚台 釣魚台 那釣魚台 中國大陸的海菌船也好 中國大陸的軍艦也好 都會到釣魚台做維權 那我們這邊講 所以釣魚台 我們有做方面的 主權上的伸索 但是我們是不是 偶爾要派一個 戰機過去做威力征詢 釣魚台距離我們的基隆 只有102海里 不到190公里 我們戰機一飛就飛到了 到那個地方 一個月兩架次就夠了 去做一個在釣魚台做威力征詢 這樣子的話 對我們來看 主權伸張比較落實 而不是行駐魚 嘴巴 那最重要的恐懼 那我認為不要怕 那既然是我們的 那我們就不要說 是我們的主權就好了 就不得罪日本了 既然我們說是我們的 不要怕 我們就是抬頭挺胸 派兩架飛機做威力征詢 我認為這是一個 很適當的決策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忙回來 真的嗎 謝謝